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嚣张 他的嚣张就是 连调查局的人 他们都不敢伸张 你不觉得 这个这一次我们的IMB里面 我们政府到底要被 践踏到什么程度啊 真的把我们司法单位的人是怎样 就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恶 投资人已经担心到说 有关于脱产的问题 他就要拿调查局的人来压他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里面 这个人真的 他就是吃一张绿色蜘蛛网 这里面不对他是有绿营的高层 常会对外界讲说 他们跟检调人员 夺熟夺熟 让很多的投资人认为 他的背后还有一些 司法跟警政的高层在称他 安抚投资人 他在安抚投资人过程里面 还可以那么嚣张 我请问他到底后台是有多硬啊 如果你的思考是脱产 你待会就赶快去跟检调报备 我就跟你讲啊 礼拜三晚上11点半 一个客户 钓查局的投1300万 他自己现在都不敢伸张了 他跟我说 阿华老师 你赶快用你的方式 可以弄多少钱就弄多少钱 他就是钓查局的 他只要跟他同事一讲 立刻就立案 在你们所调查里面 我们的检调同仁 有没有在这个案子里面 有涉案 或者是也成为被害人的 目前你们有做任何的调查吗 公委报告了 这分为刑事案件的部分 跟这个行政责任的部分 刑事案件的部分 当然台北地检署 他现在在侦查中 那委员提到的 这个个案里面 刑事案件到底有没有 所谓的检调人员涉入 当然要那个个案 他去做认证 这案子爆发到 五月初到现在才两个 目前你们有没有收到 任何的检举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范围 有的是他有涉案 他比如他跟IMB的 这个相关的人员 比如像跟曾国伟或张淑芬 就是交情非常好 或者是就是有餐 就是一起吃饭啦 就是那个非常友好 就如同最近爆发出来的 事实上我现在掌握到 一个明星级的检察官 那另外我另外问的是 我们有没有检调的同仁 他也去投 也去投 然后他可能现在用的方式 因为你是调查局你是什么 我就先还给你些钱 因为他们这种一定是这样的嘛 这欺负最弱势的人嘛 因为按照他这边讲的 就是说有调查局的人 一下头1300万 所以就你们所了解 你们现在侦查 有没有检调人员也涉入其中 好跟委员报告 那侦查部分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 我们不便过问啦 这行政调查的部分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有没有调查员涉入 那这部分呢 那这个我们调查局的督察室 事实上他已经接入在查了 行政调查的部分 那至于有没有检察官接入 我们抬高检他也会去了解 因为它是不同的系统 要有不同的 你们应该有接到一些检举案吧 因为我这边都有听说的话 都告诉我几月几号 什么人的话 其实不用检举案啦 媒体报导或者是有其他管道知道 他的上级机关 基于行政监督的权责 他就应该要调查 那我请问 如果当然投资是他的个人行为 但他投资之后 他有在跟诈骗集团 比如说他特别 别人没有领到钱 他有领到钱 你们会不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处分 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有检调人员 跟INB集团的人 有共同的什么餐饮 去高档的餐厅 什么等等之类 然后罪证确凿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处分 跟我们报告 那这个当然目前都还在调查 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言之过早 就制度面来讲 如果是检察官 有违反相关的行政 伦理规范的为师 他可能会接受个案的评鉴 会送我们惩戒法院去做惩处 如果没有设计行案 如果设计行案 但行案要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会有一个我们检察官的评鉴制度 或者是职务监督制度 去做惩处 我直接说 我直接说如果我们有我们的 因为我现在听到是明星级的检察官 那么如果确证 他有跟曾国伟 张淑芬 或者他们集团里面 有一起什么 在一起餐饮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应该调离他的职务 各位我会报告 这个调查结果会怎么样 这都言之过早了 那当然外界有这样的质疑 所以高检署他要去查嘛 那至于查的结果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查出来 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嚣张 他的嚣张就是 你看 连调查局的人 他们都不敢伸张 你不觉得 这个这一次我们的IMB里面 我们政府到底要被践踏到什么程度啊 像我之前不是讲说 他们还去参加金管会去指导的 一个Fintech 就是每一年都办的一个金融科技大展 现在又告诉你 调查局也是我们这个投资人 他都不敢伸张 真的把我们司法单位的人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恶 投资人已经担心到说 有关于脱场的问题 他结果他拿调查局的人来压他 跟我们报告了 那我们侦办这个个案的台北地理研署 他前后已经发布了三次的新闻稿 就外界所指责或质疑 或有些疑问的问题 他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会绝对按照市政去侦办 我们要相信台北地理研署的假官 最后会把这个案子插给水落石出 当然要水落石出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里面 这个人真的他就是吃一张绿色蜘蛛网 这里面不但他是有绿营的高层 我觉得我更在乎的是 因为他常常会对外界讲说 他们跟检调人员夺熟夺熟 让很多的投资人认为他的背后 还有一些司法跟警政的高层在撑他 所以除了他之前的他投资 等于说被诈骗之外 即便现在是已经叩咐的状况 已经叩咐了 他现在的说明会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是想安抚投资人 他在安抚投资人过程里面还可以那么嚣张 我请问他到底后台是有多硬啊 他们为什么这么嚣张啊 然后动辄打着我们的 什么检调司法的这个旗号 然后下抚投资人 意思说你有本事你就去报案啊 意思说报案也不会成那种感觉 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在这边我要求 第一个当然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已经去案灵申告了 那个包含他们 他在每个人都都在那个 希望能够自救 另外一个就是在传闻中的 我可能过一段时间 如果你们没有讯息 那我只好把那个明星检察官公布出来 跟委员报告 当事人会在外面讲这些话 当然有很多可能性 一则是当事人自己的自吹自累 司法还能这可能性的存在 另外当然有可能是这个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内部上是不是有一些 该检讨的地方 所以我才说要等我们侦察 或等我们行政调查 有一些比较具体之后 他自然会有一个机制去做处理 市长我跟你说 我都听到了 所以你们应该赶快 把那个检察长 赶快叫过来 有没有几月几号 你有没有去跟他在哪里 有的话赶快做处理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建立 重新建立我们的威信 那个共委员报告 那我们抬高检署 他会依照他的职长去做了解 对你们应该真的赶快做 如果不做的话 我真的觉得好像 变成整个的政府体系 司法体系都在挺他们 这是绝对不可以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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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张同じ团义